好,我們來看3-3的溫固起司 圖一的等地天平呈現一個平衡狀態 換句話說,左邊的重量會等於右邊的重量 其中左邊的襯盤有一袋的石頭 那麼右邊的襯盤有三個十公克的棒 就是這裡有十公克,十公克,十公克 那左邊是一個石頭 那麼從袋中拿出一個石頭到右邊的襯盤 並且在右邊的襯盤拿走一個法碼 然後它還是會保持平衡 那我們來看一下,如圖一,可以知道這一袋石頭原本重多少 因為它保持平衡,代表左邊的重量跟右邊的重量是一樣重的 那右邊是三個十克的法碼,所以它就是三十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,假設拿出的石頭重X公克 那麼拿出石頭後,左邊的襯盤會是多少 它拿出了一個石頭嘛 那原本它是三十公克啊 那拿出一個石頭,一個石頭重X嘛 所以呢,左邊就剩下三十-X 那右邊呢,右邊原本是三十 可是它放了一個石頭以後拿走一個法碼 剩下兩個法碼,也就是石 石跟一個不知道多重的X 所以這個時候右邊的襯盤就是二十公克 再加上X這麼多 那一提議呢,左右兩邊還是會保持平衡 換句話說,我們就知道三十-X 會等於右邊的二十加上X 我們式子就列出來 在第三個呢,求方程式的解X會等於多少呢 那我們來解一下這個方程式 首先我們把這個X移向過去 然後三十移向過來 所以就會得到-X-X 左邊原本有一個-X,一向過去再-X 會等於右邊的二十 三十移向過來變-30 那-X-X就會等於-2X 然後呢,二十減三十就會等於-10 除過來X就會等於-10 除以-2 那-負負得正十除以2 所以就會等於5克 所以X就會等於5 因此啊,就知道拿出來石頭重5公克 這就是我們學過的